冬至的时候一般吃饺子就等于一个意义的存在 经常是在过节呀 有什么起庆的事情啊 或者来亲人朋友好 有个饺子去捣带的话 比较是盛情的 冬至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一 标志着冬季的正式开始 而在中国有冬至不断饺子碗 动掉耳朵没人管这样的俗语 对海外华人来说 吃饺子的意义更加深远 无论走到世界各个角落 饺子无疑是众多中国美食里最具代表性 也最能勾起我们二十过年 团圆的回忆和家的味道的美食 无论身在何时何地 只要能上一盘饺子 相愁便能消解几分 尽力满足思乡的在日华人 都是从自己爱吃 做到能让大家都能在饺子里吃出家的味道 吃饺子就等于一个意义的存在 而且对饺子来说可能如果是说 家里来了客人找了很多菜 然后来一份饺子 哇吃饺子就那种体秀的感觉 对对对 家的味道 我是说比较喜欢吃饺子的 然后日本的一些水饺啊 煎饺啊 我都想要去品尝 吃起来真的是没有我们自己家里的一个老家 或者我们东北的一家的味道 所以自己开店了以后呢 就本着一定做出了家里的味道 虽然很麻烦 其实从皮到现很麻烦 现在市面上也有饭一些现成的皮 但我还是想要这种感觉 就是亲自自己亲自来做的皮 吃起来比较情怀吧 你们店里面来吃饺子的客人多吗 非常多 因为我们这里这边那些大部分的国人 都是同行吃饺子 因为很多日本人来了以后 他们也会来寻找这腿子库里 手工制作的饺子 他们本身对这个腿子库里就比较热爱 那我们的水饺子 他们来以后吃了一点 哦细 因为截然是不同的 现在正好是到冬至的时期了嘛 所以吃饺子的人也陆续不断地就过来了 然后在这个季节 也是大家一边吃热起腾虫的饺子 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时节 也有四香的一种气氛 所以说我们店也是说在这个冬至 备了很多很多羊肉饺子 欢迎咱们在日的华人 在品尝的时候不忘了思念家乡人体 然后跟加上来一个问暖的问候 也需要